很高兴担任本场比赛的主席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评深委员 第一位是华庄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何锡章先生 第二位是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肖北庚先生 第三位是中国演讲与口才协会副会长教授蔡顺华先生 第四位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玄一先生 第五位是玄奘大学副教授兼资讯传播学院院长资讯传播研究所所长陈伟基先生 中华海峡两岸 第六位是中华海峡两岸职业经理人协会副理事长简玉峰先生 第七位是中华辩议人交流协会执行长黄之中先生 第八位是博瑞法律事务所合伙人苏博瑞先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担任本场比赛正反双方的辩识 首先正方为台北大学正方一辩识企业管理学系冯玉婷 各位好 正方二辩识社会科学院犯罪学研究所曾伯康 大家我 正方三辩识社会工作研究所黄上豪 正方四辩识企业管理学系黄家军 各位下午好 反方为中国海洋大学 反方一辩识经济学院海洋经济学专业高远 向大家论好 反方二辩识法证学院行政管理专业马小杰 问候再讲各位 反方三辩识海洋生命学院生物科学专业张点 大家笑我好 本方四辩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专业李云迪 大家笑我好 我们今天的变题及立场正方为安乐死因合法化 反方为安乐死不因合法化 现在主席正式宣布2013年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小组赛第八场现在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陈词阶段 每方陈词时间为三分半由正方先行陈词 三分钟时未按铃一响 三分半时未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一面开始陈词 有请 谢谢主席各位好 马斯洛需求理论指出 生命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追求温饱 更是在于自我实现 有些人有鸿骨之质 想成为赤上风铃的打起业家 有些人等安育平常 选择在家作为叹一弄分 作为一个慈祥的祖父 无论哪一种人生规划 我们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努力 追求幸福与尊严 然而生命的履存种再划下据点 我们无法避免生命死跌 有的人了如牵挂 安详地厌下最后一口气 有的人年纪轻轻 点刻感尝试 但正有些人被上天开了个玩笑 疾病没有带走他的生命 却慢慢带走他的记忆 疾病没有带走他们四肢 却慢慢复夺他们的行动能力 最终当病患失去了双脚 他们再也不能亲自踏上家山的土壤 当病患失去了话语 他们再也无法告诉家人 他心里富汗的我爱你 当病患最终只能躺在那张病床上时 他们早已无从选择自己的未来 也让许多人觉得丧失了自己身份的价值 因此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绝不仅仅只是阿乐子是否应合法化的问题 而是当我们生命因为疾病在有限的时间内走向终结时 究竟该承认则生命的存活 或是忍性最后尊严 我方认为应该给予对于生命价值 有不同排序的人不同选择权 有些人觉得生命应该要像个斗士 直到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反复死神的机会 但也有人觉得生命比较像烈士 不愿拱活在病魔的催残之下 我方认为这两种价值观在社会上都应 受到充分的尊重 毕竟这有选择无关或对错 而是每个人看待生命的方式不同 在台湾雷任兴出生两个月后 被医生判定为植物人 成长过程中他只有头颅继续生长 剩下生命依然维持着孩童的样貌 因为长期莫长是在严重萎缩 报导跟说他的手脚像鸡爪一样 被上路舱所流出的脓 更是发出整整恶臭 照顾雷任兴十年的雷妈妈 她哭着对记者说 她是欺求国家愿意给这孩子一个解脱 此外一个人的病痛 除了折磨自己 就会使脱累整个家庭 二十三岁的容若还维持着孩子般的样貌 因为她两岁时神经肌肉萎缩症 症状发病 这是一种被联合国愈为五大绝症的疾病 也就是俗称的减动人 容若说没有一种姿势对她来说是舒服的 当收起的时候坐累了只能跪下 对而家里的微博收入也不够支付这种罕见疾病的医药费 为了救助容若 那么花费了所有积蓄 却依然不见情色 只能到处借款 才能勉强援助容若 弃弱油丝的最后一口气 庞大的债务排山倒海而来 家中被苦苦支撑 在许多罕见病人眼中 却是深深的自责 五百互登区调查 得到阿兹海莫症 癌症莫性病患 有九成以上的人 希望政府提供安乐死 在没有安乐死的地区 病人为了逃离病痛折磨 年过六群的老人找机会找人活埋自己 英国的富人甚至选择活过饿死 病患的希望在家人环绕情况下安心理去 但法力限制却让他们 只在孤独与恐惧终点这死亡 所以我方认为 我有透过安乐死和法化 才能让他们在生命的最终 写下一个真言的最后一句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赶张一遍进行全新 时间一样是三分半 游戏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其实我能充分理解 对方病人的这种感受 因为在当今这个社会里 确实有这样一群群体 他们遭受着急病的困扰 他们无法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 得以康复 他们很痛苦 是我知道 但是我在此仍然要说 我们不能让安乐死合法化 因为合法化病障 这方面我所说 它仅仅是一种尊重 仅仅是一种不惩罚 我们说合法化 它是一种法治制度 一旦一东西合法化 那么它最起码会在社会上 形成一种价值观的重新认可 而这种认可之后的价值导向 就是什么呢 我们无从判断 因为它带来的影响 可能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今天这方面 与我们列举了很多的疾病 与我们列举了很多的因素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病人 真的是很痛苦很难过 牵扯到他的亲属 牵扯到他的家人 但是我们仍旧不能让安乐死合法化 为什么 理由有二 第一点 与我们有告诉我们说 安乐死是一种 在生命和尊严中所做的选择 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并不是 安乐死表面上 是给病患和亲属提供的一种选择 但内里呢 其实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破坏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大家想一想 自古其中久病床前 无孝子这句话 当你的亲属 看见卧床太久的病患的时候 他不愿意继续治疗 那么病患如果 他即使有想活下去的意愿 他会尊重你的亲属吗 想想如果我们的父母 在病床上 他会看见我们 为了去治疗 他让很痛苦吗 他不愿意 再想一想 我们受到经济因素的困扰 假如说我们因为没有钱 就不能去治疗 没有条件不能去治疗 那么我们床上那些病患的心理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种安乐死究竟是我们所需要的 对人生命最后的尊重吗 恰恰不是 这是一种很悲伤的行为 但从医患教徒来说 今天拯救他人生命的白衣天使 可以堂而皇之地告诉你 病患啊 你可以选择安乐死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再让你重新站起来 重新康复 重新享受生活了 那么我病人怎么去相信 我是一种不记后 我接受治疗以后 医生告诉我这个结论 我怎么去相信 我不是医院 不愿意承受我这个包袱 而去这么做呢 第二点 今天我们说安乐死要想被执行 他有一个条件是必须的 就是什么样的人只可以实行安乐死 但是我们说安乐死有个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病患要去认可 我们今天一个病患 他可能是在昏迷的状态下 他可能是在眼受疼痛的状态下 那么他这个时候所做的决定 真的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吗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论 我们现在各地区各国家 医疗水平都有所差异 非洲和美国更是天壤之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不治之症的定义又是唯一的吗 也许在这个地区它是不治的 但在另外一个地区 它是一个很轻松的疾病 即使不能康复 我们也可以延缓它的寿命 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 应该去充分地考虑 就按照怎样的标准才去做呢 很遗憾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标准 因为差距就是存在 但是安乐死是唯一的 它让你在这个地区 接受不到治疗 你只能在这里去选择 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 因为安乐死 它是一种生命的行为 它不像合同 它不像遗嘱 它不像任何一种协议 你做了以后可以反悔 哪怕付出金钱 或者责任上的一些代价 但是安乐死是生命 你一旦付出了 就不能去回转 它是唯一的 任何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都是唯一的 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好 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政府援助 比如说临终关怀 我们这些东西 可能都还没有做好 所以你想要去做安乐死 那么这些行为 是不是太正确了 谢谢大家 请 陈词阶段报纸结束 现在进行的是质询阶段 质询阶段共有两轮 每一轮皆由正方先进行质询 时间两分半 两分钟时会按铃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定请停止发言 我们现在请正方二便进行质询 由反方任选一名选手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您好 大家好 请求您方 您方认为说 在生命的对面部分 会破坏这社会任何的价值是吧 你们认为说 在没有办法 一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有一些子女 不愿意去养育父母 是这样子吗 说会破坏社会关系 所以是父母生病时 子女就带过去养她 对 你方也承认了 会考虑到家庭经济因素 方六 您方知道 现在安乐子的情况之下 必须如果在个人 还是清醒的情况之下 他人是不能说 你就去安乐子吧 这是不行的 您方知道吗 但是方六 您能够体会到 一个人在病重的时候 家人的一个眼神 医生的一个规划 会对他产生多大的不少吗 所以首先 我们在想的是 这不是非自愿安乐子 而是他在一个 不同的条件情况下 做出这种决定 您方可以承认吗 我方觉得他不是自愿的 OK好 所以先讲的是 其他人不能勉强 而有一些条件情况下 他就考虑 再来讨论是不是自愿 但好像说 在我表明方说 我们会认为说 医生就会说 其实你可以去安乐子 所以我们说 医生不是尽力治疗 你方这个意思吗 我方的意思不是这样 我方的意思说 医生那种明方所说的 他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选择 告诉你 你可以选择安乐子 这是你一种选择 咱们有这样说好了 一个卖饭的老板 他可能卖鸡腿饭 或者是卖鸡腿面 如果两种选择时 你方为什么会说 如果我有第二种选择时 我就去叫大家 不要选第一种呢 对啊 那很简单 如果这个老板 刚开始提卖鸡腿饭 那我没有选择 我只会买鸡腿饭 但是如果这个老板 研发出了鸡腿面 那么对我来说 这个鸡腿面就有一种诱惑 我没有想法 所以您方这边所讲的 只有多了一种选择 使人们可能会选 可能不会选 而并没有任何的诱惭 医生说 你去选后面 那个第二个是吧 对方没有 所以人家是在一个 自己可以选择 一或二的情况下 做出选择 这一方的意思 对啊没有 照鸡腿如何来说的话 我方想再请教鸡腿 你们说的第二点是 病怪的一个认可的不同 在非洲和美国的 决症不同是吧 其实 对啊没有 随便说好了 你们知道 在之前的情况下 天花是个决症是吧 对 因为决症只有使孝性 对 属来 属来 属于也是的决症 对我们讲的是 可是他们现在都是医的好了 换言之 决症本来就是依照 当时的时空的情况下 做出一个 是否决症的情况 因此 同一个病 在非洲是决症 在美国不是决症 这不是合理的事情 那对没有 您如何解释医疗奇迹呢 没有 这样说好了 我想说的只是 一个非洲的人 就算他患了一个 美国可以吃的病 但是他在非洲时事 还是不能治好 所以还是决症 是不是还有一种 不是美国是不理事的吗 您当然不能说 因为美国是的好 所以你就不应该 信息 谢谢你 谢谢各位 接下来是反方二变进行质询 由正方任选一名选手 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您好男好 您好男好 咱们也提到了一个选择的问题 是不是 张老师 那我想给你举个例子 在我们学校 每次到期末考试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自一室 过五黄的战斗 不留在宿舍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冷气吗 不对 我们宿舍有冷气 但没有冷气 我们去自一室呢 是因为自行室内的环境 让我们没有的选择 我们只能在那里看书 或者学习 但是在寝室呢 我们的选择有很多 你可以在床上睡觉 你也可以在座位上学习 重要的是你还有电脑 电脑不会说话 但是我们可能会去选择它 为什么它在那里 它对我们就有一种 诱导性的因素 一个东西 一旦被合法化 就代表社会 从过程到成人的过程 是否就有一个 赢到的作用呢 好 张老师 你所说的这些例子之中 我只看到 您还是可以很理性的 在宿舍与 图书馆之间 做出选择 所以说最好的例子就是 我该在宿舍 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法也是 按热死它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就像我的宿舍 应该在宿舍 宿舍在 可是您不是 还是去图书馆的吗 对啊 所以就像这样 我按热死 不应该出现了 我就把它排除在外 没有 可是有些人喜欢去 宿舍图的比较好 有些人去图书馆 图的比较好 您当然不能因为 您想去图书馆 就不准怕人去宿舍了 宿舍的说明 选择对我们的这样 一种诱导性 那宿舍还可爱意味着 你说小女孩 会加上她家里的经济负担 对不对 都没有 刚刚在理论当中 我举的那个例子 哦对 因为她生病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个女孩家里 足够足够足够有钱的话 是不是就说 她可以去选择治疗这个病 她可以是要选择 对 那您刚告诉我的价值 您刚告诉我的价值理论 是不是可以推调出 有钱我就可以安乐活 没钱我就应该安乐死呢 我只能说 很多时候必须很遗憾的这样 好 这样没有 也很遗憾的 会被撑下去的时候 可能我们真的会 我会不希望 多保我的其他兄弟姐妹 因为我的病痛 让她们不能生学 让她们不能继续 让她们各自会忘记 让她们必须继续照顾 我这个男生 好 对吧 没有 那我再提到 有个问题了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 交给医生 那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她 我觉得她可以治好我 对 前提是她可以治好你 而且她会尽力想治你 但是 如果今天你知道了 医生 她不仅要尽力治好你 但是她同时有权利在你 即使是你非自愿的情况 她也可以杀死你 非自愿 她不能杀死我 现况在必须爱 我有同意说她能动 对 邦尼 你的同意 不一定是你真正同意 你也说了 会有非自愿的情况 对 非自愿是年轻前 这种情况 不会发生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现在由正方商店进行质询 由反方任选一名选手 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感谢主席 邦尼你好 你好 邦尼你告诉我们说 今天合法化 会有一种价值标示的效果 鼓励大家去安乐死 对不对 邦尼我施速地讲 如果我们一开始是反对的话 从反对到赞成的过程 其实会有一个知识 对 邦尼我说 一个一种态度 这是我的意思 邦尼哥 邦尼我问一下 今天我国政府 就是同意大家 有离婚的权利 是怎么代表 政府希望大家 促进大家去离婚呢 邦尼我 问题是在于这里 生命只有一次 邦尼我说 你今天 邦尼我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今天 我让大家有离婚的权利 是不是等于 我促使大家 希望鼓励大家去离婚 邦尼如果一开始 你根本就是反对今天 你问的话 邦尼我正面回答 有没有鼓励的效果 有支持的作用 有支持的作用 邦尼我换个例子问好了 邦尼我今天我们政府 虽然合法可以抽烟 可是邦尼你怎么解释 烟壳后面 怎么会告诉我们 抽烟可能会阳位 抽烟可能会导致肺癌呢 邦尼你想说明什么 邦尼这就证明了 今天社会的价值 跟合法与否 其实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邦尼您今天只是告诉我们 今天你在社会上 他倡导一种价值 邦尼我今天 合法会代表价值倡导 对不对 合法抽烟会代表倡导 希望大家去抽烟 没错吧 邦尼你告诉我们说 邦尼我叫安乐死 身在身上 邦尼我不要正面回答 就没有关系 邦尼我去下一个问题 邦尼我今天你认为 生命中可能会有奇迹 所以即使一个人 现在过得再痛苦 你都不希望他去安乐死 解决自己生命 对不对 邦尼我没认识的是 今天如果说他选择安乐死的话 邦尼也告诉我们说 什么样的人应该安乐死吧 不能按照邦尼方所说的话 只要他有痛苦 他就应该安乐死 邦尼我帮尼有讲 不自知症的人有安乐死 不自知症的人有安乐死的权利 不自知症 对不对 邦尼也提出了 比如说我双脚钻的这样的人 也应该安乐死 这是不自知症吗 邦尼我只告诉你 是今天假设我举一个状况 好的 就是今天一个植物人 他在病床上躺了40年 邦尼你要不要支持他 继续躺下去 邦尼我爱到邦尼 我今天考试失恋了之后 我今天考试 邦尼他就是失恋了 非常非常痛苦 按照邦尼方所说 我这种痛苦也是无法解决的 邦尼方觉得这样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选择Alice 邦尼也是支持的吗 邦尼听不懂你的回答 邦尼听不懂你的回答 邦尼就是说 邦尼如果认为 我只要很痛苦 我就应该去选择Alice 邦尼没有说应该 邦尼他应该拥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方想要表达的 邦尼所以说 邦尼所以说 邦尼他不一定是Alice 这个权利是非常差的权利 Alice 这样的选择 邦尼方在一点 邦尼为什么邦尼 邦尼下人家 权利下人好不好好呢 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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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 令我说 对 宁芳今天想告诉我们的 还是痛苦对不对 可是痛苦本身 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应该给他 杀了死的权利对不对 好 宁芳请问您了 宁芳今天最核心的一个论点 告诉我们说 今天宁芳就是提到两种价值 这种两种价值都会有错 但是呢 有一个价值的高低之分 对不对 价值的高低之分 对 就是价值分很没有对错 但有高低之分对不对 没有啊 好 宁芳 那这样问您好了 宁芳价值的选择没有高低之分 每一个人选择你都应该尊重 好 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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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芳怎么要告诉我们说 今天对于一个安乐死的患者来说 宁芳认为他必须在一个 心情的环境下对不对 清醒的环境 比如说自我意愿的体现对不对 当然没有 其实分了几个环节啦 就是他在生前 他当然可以签订 就是同意书 决定他到底能不能被安乐死 那如果他没有签的话 他之后如果是 在意识清醒的状态 那他也可以选择 好 宁芳 大概能谈你意思 但是他也是女民也有 但是宁芳会不会有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宁芳刚才二边也起到了 这些人呢 他可能本身还是 唯有求生这种意愿的 很多本身的人也有这种痛苦 但是他就像我方二边所说的 因为家里的一个眼神 给他有非常大的一种挫败感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被迫选择地放弃了 这个时候宁芳报所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种情感 当然没有 没有人是被迫的 当然没有人 他今天不是家人的付出 而希望了结自己的生命 那个不叫被迫 对没有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 你从来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呢 什么存在两个存在 都不舍家人吗 舍不得家人 不是 就是说因为 好 唱歌 你从来没有回答过我问题 当然 我想请问你的 会不会有这种 就是我因为家里的一个眼神 我放弃了 我这个时候被迫 那是我的回答 对 对 我一个家人为我付出很多 我不舍他们继续付出 我两个姐姐姐 对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样的人 你能不能够区分开来吗 就是说一个人 他可能是被迫什么的了 和一个人是自己 我这个事情就不了想要去死 这两个时候 你们会去跟开来吗 都没有 没有办法去 也不需要去 好 都没有 那就请慢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 为什么这些人的地方 认为他是安老师的 缓解痛苦呢 好 质询阶段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小结 每方将派选一位选手 针对之前质询答辩的内容 进行小结 时间两分半 由正方先行小结 两分时会按铃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我们现在请正方任选一名选手 进行小结 有请 到目前为止 反方从头到尾 只有说 会多出一个选择 但他们从头到尾 没讲 这个选择到底 为什么不能给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 当我们人们可以 自信自己的生命 该从头绝处时 我们为何不能选择呢 他们有几个 四十八倍的观念 我们来看看 到底为什么 他们说了 如果你被家人的 看法所影响 这就不是在选择了 我得讲的是 我们今天选择读什么学校 我会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 我会受到未来救援的影响 我会受到我跟我父母关系的影响 这就是一个资讯 什么人理性主义 不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资讯之下 依照各个资讯 还有个人的价值观背景 做出一个选择 情况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选择我要搭什么车 我要不要搭车面里 我要不要再造成 我家族这么大的孤单的情况之下 继续让我的父母 前进里面 造成我们这个痛苦 都是一样逻辑 这时候我方认为 应该给他这个选择 但他们认为了 说因为有决症的问题 我方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 一样的 依照当时当地 当时可以收到什么医疗资源 他就是决症 一个定级 在非洲我方认为了 他是决症 那如果遇到一个决症时 非洲的家庭无法负担时 很抱歉 你可以选择撑下去 都是斗士 或者是从容复迷的意念事 你不能说 因为美国可以依 所以你就回到爱人事 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逻辑 美国的肺炎 为什么要决明 好要推出他这个医院 好 所以会莫名其妙 别人在这边有起立 做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会有起码 也是莫名其妙的逻辑 你怎么有派国医生 不能承认 大家这种选择 到底为什么要给 原因是因为 他们真的是 说得太痛 他没有对应的 在鼻胃管的情况之下 故事说了 因为太痛了 所以很多的病人 会把鼻胃管 大拇指大的鼻胃管 52公分 插在你的肺里 呼吸都会痛 比分娩还痛 他们说 有力气的人 会整根抽出来 或者是更痛 但他们就觉得 我宁愿忍生 因为我不想 他在我身体里的 甚至是很多 没有力气的病人 他会用嘴巴 直接把鼻胶鼻胃管 给你咬破 走有的情况就告诉我们 他们真的活得很痛 我想要去死 而他们不给他的情况 就是他会怎样呢 王老先生 在台湾84岁 他拆掉妻子 去游宾验室 他拿起了螺丝起 亲手 敲入妻子的脑袋 他在法庭上 嚎桃大哭 认为 这是国家 逼我做的 你为什么 不给我这个选择 你为什么 要逼一个 人这么残忍地活着 要是有选择的话 我根本不需要 让妻子 对我经过了 14分钟 这么忍痛的杀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请 反方认群毅 全球 这些小鸡 大家好 今天对方被我 告诉我们 如果说 今天有一个选择 它不是一种 价格倡导的话 这个选择 对我的选择 就没有关心 对方被我 也提到戒烟 可是如果今天 我们的会场 公然天生 一张招台 上面写着 此处可以抽烟 此处不禁止抽烟 对方被我 你认为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你对抽烟的判断 如果今天 你在医院里 医生处处 告诉你的是 我这个病 好像治不了 你这个病 好像会花很多钱 这时候 我会不会出于一种责任 而放弃治疗这个疾病 或许 对方没有 在对方没有看来 任何的事情 都是出于一种选择 但今天 当我来解除这个病痛 当我来放弃治疗的时候 不是因为病情太严重 不是因为我受不了痛苦 而是我家里没有钱 对方没有 你告诉我 这样符合不符合 女方说的 你到精神 第二个问题是 对方没有 有没有看清 今天的变题 他告诉我们 安德斯 应该合法化 什么叫做法律 什么叫做合法化 法律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严苛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标准 如果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决定 自己生死的权利 可是我们还发现 制定法律的时候 我无计可施 我法律条文要怎么写 我法律条文 是不是要规定 每个人要生死的权利 所以说当这个人 罹患决症的时候 我可以私有犯的生命 那什么叫决症 对方又我们继续往后推 如果今天你没有一个标准的话 您方制定的法律是什么 是一个残缺的法律 这个法律的规定 是可以被动摇的 如果说今天我方的法律 是可以被动摇的 那么您方见到 似乎就能解决您方的问题 当您方见到这个人之后 我说这个人 可能没有达到决症的标准 但是他很痛苦 于是医生这个时候 怜悯心 慈善心发作 他手动结束了 这个病人的痛苦 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办 这个时候是不是对法律有点差 如果说今天一个人 可以超越法律 来治疗你的疾病 那么一个人 是不是可以超越法律 来侵害你的个人 或者说会不会 在这种法律体系之下 存在一种病人和医生家属 联属套利的情况 我们说台湾的民调显示 大家很同意安乐死 但是医师中同意安乐死的人 少之又少 因为从业的医师 多年之后他会知道 在一个病人危重的时候 如果有一种体系 可以对他进行最好的 民共关怀 安乐死 不是必要 谢谢大家 小结阶段到此结束 现在进行的是自由辩论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两队分开计时 三分半时按铃一响 四分时将按铃两响 此时这一方遍不得发言 自由辩论的发言顺序为 当一方发言完后 就有另一方进行发言 不可同一方延续发言 现在我们先请正方发言 有请 请教您一方 现动人的默契 学生机难上 是只能靠家人 帮他把施法酿 这样没有尊严的神明 一方为何不让他选择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没有尊严是根据您的假设法来判断 还是根据他本人的假设法来判断 根据您方的判断 究竟如何判断 其实自愿选择死亡的标准 就有很多植物人 他自己表示 他在植物人的期间 因为插管 所以导致他在抽弹的时候 他是全身抽痛 非常痛苦 所以他甚至醒来之后 还甚至自杀的 你怎么去告诉我们 这种状况 是他不痛苦的 那我想请问 那些得了慢性病 治不好 然后也非常痛苦的人 他必须应该安乐死吗 如果真的是不见之症 那他也可以请教医生 再来决定要不要安乐死 再来看到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到了最后 他谁都遗忘 连自己吃谁都不记得 这样的生命到底意义何在 徐安哥 你告诉我 现在慢性病这种事情 我都可以选择安乐死 那徐安哥请问您 这种事情是不是真的要 换了一种决定的时候 我就才能选择安乐死 是不是不是决定 我也可以选择安乐死 对啊 没有 慢性病的病人 不会随便选择安乐死 毕竟生命是有它的价值的 什么情况下能选择安乐死 他忘记他家人的时候 所以有九成的患者 在生命走到中末 不能移动之前 他会希望能够选择安乐死 你方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所以说对啊 今天从绝症变到不能移动 从不能移动又变到了忘记家人 这些条件下都能选择安乐死 可是对啊 您今天到底 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 可以确定开安乐死 你写入法律呢 国家国际定的很明确的 无治之症 癌症末期 植物人 失智 阿兹海默 剑斗人 泡泡人 那种说 所以国际相当定的很明确 很清楚 可以查了 双妹友 业顺国际上都定了 那你告诉我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 都可以适用这同一的标准吗 双妹友 就说是国际标准 就是适用同一标准啊 双妹友是同一标准 一再也说 非洲和美国它有差距 非洲人没钱 它总是应该 美国人有钱 它可以治的更好 但是你告诉我 同一标准在不同国家 有不同的效果 这个同一标准是不是有点恶刻呢 双妹友 这样无治之症的标准 可以改造场 应时应地制宜 国际法本是如此的啊 WTO每个法律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双妹友 明方今天建议这个 其实就是那个不治之症 和那个爱乐死神的标准 它是这个动态的啊 它是这个可以活性的对不对 双妹友 什么东西难调法律 不是因为国家而来治疑 告诉大家 如果这样子 是不是美国要 那不用立法 双妹友 那你们这种法律的弹性 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吗 双妹友 不会 因为法律本来就是 某一个国家 他枪是要管制 他才管制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自己做控管 这些标准美国 他可以定定 正面回答大家 可不可以定定 双妹友 其实按照你 明方今天所说的话 只要我有痛苦的话 这样子只要有痛苦 我就可以选择死 那双妹友 在明方请问 请问你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人可以选择 爱乐死的时候 能不能有这些人 他们不能选择爱乐死 双妹友 可以说一句吗 就是这个世界 有没有这些人 他没有选择爱乐死的权利 双妹友 都可以啊 当你不治之症时就可以啊 双妹友 现在又变成都可以 只要你得到不治之症 都不就是这样是吗 你这都是这样啊 双妹友 双妹友 他今天暴走的说 即使不是不治之症 这样也可以 双妹友 您当天为什么要请用这样标准呢 我说最后一次 不治之症时 可以安乐死 双妹友 不治之症可以安乐死 强势正起步言 慢性疾病 没到晚期 不治之症可以安乐死吗 双妹友 不行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 来看看那些人家庭后来怎么了 知悟人 王小明后面的47年 父母亲为了照顾他身心俱疲 最后突破整个家庭 请问他的心中会如何感想呢 都没有上个问题咱先别停了 同意标准不同地区情况不一样 慢性疾病 生命价值很重要 又不能使用安乐死 都没有到底安乐死应该如何实行呢 来 都没有每一个国家 针对每一个政策的事情本来就不一样 例如说堕胎的标准 可能每一个国家定立堕胎标准就不一样 都没有再请教您 是今天一个不治之症的患者 对家庭带来的负担 民方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于是民方告诉我一个贫穷的家庭的话 这个人死的几率可能就更高一点 想请问都没有 如果一个人他身患决定 他现在自杀了 我们要不要救他 都没有他可以选择安乐死 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 都能再看到 在台湾职务人即便有政府的补助 每个月都还要花算一万人民币 这个负担不可为之补救了 那也就是说 政府应该解决资源不去救治了 对方便 我方刚刚讲这份资料 就是应该政府补助之后的结果 有就是说 那我们的政府本来就应该履行这样的成能 有什么不对吗 履行之后负担依然很重 对方便 那民方今天到底是一种形式主义 还是真正为了去减轻他的痛苦呢 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随便变动的话 那民方觉得说 您帮这样执行的安乐死的方法化 到底应该怎么执行呢 来 都没有 我方讲了嘛 是今天我们给予他够多的关怀 给予他够多的资源 如果他都还是痛苦难耐的时候 你到底会不会给他一个权力 让他增结自己的生命呢 那我们来看看 你们这个东西一旦被合法化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比利是有一位45岁的商工家 他们只是天生的失踪 然后顺利逐渐退化 自己选择了安乐死 您怎么解释呢 所以我觉得自我负责 我们祝福他 做的我觉得自我负责 现在比利是有一对70岁的老夫妻 他们只是想双双去安乐死 然后一起步入天堂之后 竟然就实行了安乐死 对方没有人 你刚资料没看完 那两个老夫妻 他身受病魔混 所以说竟然没有 你既然为了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就希望更多人生存这种希望 竟然宁光就为了宁光这样做法 真的是这么蠢的吗 侵害谁了呢 竟然没有我们说侵害谁 你告诉我同一标准 是不是不同国家可以自己选 是不是这三条标准里面 自我意愿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自我意愿可以超越 不知之症 可以超越痛苦的 不是 即可 叠放时才可以 好竟然没有 那就回到这个自我意愿来说吧 请问竟然没有 一个人为什么我在刺杀的时候 我要去拯救他 对啊 没有为什么 都没有 就像您说的啊 生命是很宝贵的啊 对 对啊 因为在刺杀的时候 他可能意愿取其中的痛苦说 在这时候他会选择 做一出非理性的选择 对啊 这种非理性的选择 尼方认为他是主 自我意愿的体现吗 尼方如何说他这个非理性的选择呢 但我们看看 如果你真的让他继续活着 恢复之后 他就是个好事吗 中国十九岁的植物人 甦醒之后 全身癱瘫 只是他六岁智商 你家家活着 这有什么意义 那对方您方一直所倡导的 因为家庭的作家 而选择去Alice 是否您方也认为 在这个时候 他的生命其实是比不过金钱的 尼方没有 您一直告诉我们 说有非理性的状况产生 对那请问尼方 您方的非理性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今天 一个人去选择自杀 就是他大家可能会有 各种因素决定吗 那尼方没有在请教您哦 就是今天 您方一直告诉我 说生命很可贵 可是尼方没有 那您说 有没有正面回答我 就是今天有植物人醒来之后 甚至想要自杀的案例呢 对方没有 我们说生命很可贵 这是普世家族观 每个人都认为 生命很可贵 但是对方没有 今天告诉我们 你认为这个人活着就很困扰 那请问了 这个家族观 是您的家族观 还是病人的家族观 对方没有 病人有选择到 你要不要去安乐死的权利吗 对方没有 再来看到 有一个植物人 他清醒以后过了六年 他仍然只会一个单字 医生都判断 他不会好 这样的清醒真的好吗 有没有 我今天告诉我们说 在一个植物人 他不清醒的时候 你也应该要他去安乐死 对方没有 因为这个植物人 不清醒的时候 他如何做出他的私委医院呢 对方没有 我方说 在他不清醒之前 清醒的时候 他可以立 他可以建立契约嘛 到此请教你 刚刚我帮你讲 如果现在建立了 到底会安乐死 一个人正常的情况下 有些人立个契约 假如我跟植物人 就把我安乐死了 对方没有 您觉得这符合逻辑吗 对方没有 我今天一直倡导的 有个观点 就是说 我如果因为家属的一些因素 或者一些外界的力量 影响不下 我做出的那些 即便是无奈的选择 也是自己自愿的是吗 有没有今天报诉我们说 一开始报诉说 我不致辞 后来报诉我们说 一些慢性定 这这样的东西也可以 另外那些东西 有些有些 谢谢 最后是总结 全次的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 有反方先进行总结 时间三分半时 会按铃一下 四分时会按铃两下 现在请反方四遍 先进行总结 全次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我打完这场比赛 可以看得出 对方没有在 这个价值判断中 陷入了一种迷思 什么迷思呢 对方没有认为 平常的价值 可以带入生死的判断 比如说 人当然有选择自由的权利 所以说 我们在生死的过程中 可以自由的选择生死 人当然有帮助别人的义务 所以说 在医学的角度 来帮助别人自杀 也是可取的 OK 今天都要没有 我很相信 你是完全出于一种 人道或者是选择的角度 想给你这个 危重病人一个选择 可是 您方想一想 当今天有一个医生 他每天 去给他医治的病人 就告诉他 你这个病可能治不好 你的家人可能非常的困难 你这个病 恐怕现在的技术 没什么希望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医生的判断 也就是说 今天 如果说有一个人 他现在非常的绝望 然后我们丢给他一把刀 这时候你告诉他 我这个刀不会诱惑你 然后想干什么 你随便 这时候会不会影响他的判断 我们说 荷兰 荷兰 是41%的 安乐死病患 并非是通过 自己的自愿 而是通过 医生和家属的联手判断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知道 一个人的选择 并不是完全出一个自身 如果对方并不相信 现在看到有多少父母 他们在老的时候 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 我老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我养在家里 你千万不要管我 我自己待在养老院就好 您方是否认为 这个判断 这个决定 就是一个非常合理 非常理性的决定 如果您方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 非常理性的决定 那么您可以去养老院看看 到底有多少老人 在那里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见不到自己的子女 他会在那里哭的感受 您方现在有没有看到 有很多人 他极度的痛苦 选择了图胡自尽 可是他图胡自尽 投进去的一瞬间 他想通了 原来水里的生活 并不是那么好 原来这水里很冷 原来我原来生活 没有那么糟糕 可是 他现在没有办法反悔 今天我们感到害怕的地方就是 当病人做出一个抉择的时候 他可能并不是完全 出于他病情的考虑 可能是外界的施压 可能是家庭的痛苦 当这些条件合一的时候 是不是有助于一个病情的判断 这点下去 都要领事 都要没有是人道的 于是 但是您方人道的话 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苛刻的标准 满足这个标准就可以安乐死 不满足这个标准 你就不可以安乐死了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您方现在 要不要做事那些 没有得绝症 但是他这个病 依然会很痛苦的人 让他们不能够安乐死 今天 北京有一位少女 一位大夫生 他有着光明的前景 但是他不幸 离患了一种病 叫全身肌肉萎缩 按对方病的逻辑 这种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他生活都不能自理 于是 我们应该对他事情安乐死 他父亲没有这样做 他父亲用木板车 拉着他流遍了整个中国 于是最后那个女生 安享的离开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危重的病人 他可能到最后 并不是渴望的一针 去把他生命给老些 他渴望最后得到家属 得到朋友 得到亲戚的临终关怀 东西 宁方直接选择安乐死 而跳过了所有的中间过程 宁方这种行为 与杀人松手合一 我们今天来这里讨论的问题 我们今天来这里讨论的问题 是随着现在运输的发展 你可能选择越来越多 原来就像宁方说的 天花这件要人命 冷冰气的时代 如果你受伤了 可能腿受伤了 要用一个锯子 把你的腿锯掉 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认输 可是现在医学给了我们一种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打多种丁 我们甚至可以选择 安宁的离去 或者说缓和的疗法 来规避这个事 规避民中前的痛苦 可是不管下一个怎么判断 我们医生不可能会杀人群手 谢谢大家 现在请正方四面进行总结成词 有请 谢谢主席 那我们来听反方团 最后结片说的什么 我们可以打一些止痛剂 那么我好奇了 我们打止痛剂的标准 就是谁判断的呢 那么床还可以告诉大家 当现在一个病人很痛苦的时候 医生告诉你 我有止痛剂 你不需要医疗 这个情况下 会不会有对方便有所有道德的风险 所以我方告诉你 不知道没有 我们现在为什么需要发明止痛剂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病人 他危急的时候 在他生命中末的时候 他非常痛苦 为了减缓这些痛苦 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而我们在食物上面 我们医生 他不会告诉你说 你尽量这样做 他会评断你的状况 如果你提出申请我来做审核 而不是由我来告诉你 你可以这样选择 在食物上是完全脱节的 而如果床还要这样攻击 那床必然攻击 床必然也要承担 那你们床的案例了 或是你也会成这样的避害呢 第二部分 床能告诉我们 现在有很多人 他要最后的选择 不是理性的 床能够了很多帽子 比如说 他说 他是不是没钱就会选择死亡呢 当然没有 今天他死亡的不是我们 不是安乐死 是上天 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因为就算今天他在黑州 就算他没有选择安乐死 他的家庭依然没有负担 这个经济能力 他依然会在最后 他只是走得比较晚 他的家庭没有办法 负担这一切 所以我告诉你 不要扣正方帽子 正方先不是来告诉你说 不是来告诉你说 这样就会解决一切 不是 是在面对上天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在过程里面 有一些抉择 这个抉择的方式 因为像林方说的 我们可以当生命斗士 因为像我方说的 可以当生命中的烈士 那我们接下来谈第三个问题 通常没有说 我们在最后 价值观上面的选择的时候 如果透过合法化 成一件诱挡性的问题 这个部分 当然因为像林方的东方 是有关的 不过我方想说 另外有罪 通常没有知不知道 在比例时 通常没有说 河南现在非思念安乐死的 比例是41% 在比例时 他在还没有合法化的时候 他的非思念安乐死的比例是70% 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就是一个非法的国家 可是他非思念安乐死的比例就很高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人民没有办法好好的多决策 他的人民如果今天想要死 他只能寻找一些 比如说密密 或者是一些地下化的 就是一些 明明都不是很正当的方式 可是经过合法化之后 比例时代经过控管 以及荷兰经过控管 跟合法化之后 反而在最后 因为有了标准确定 所以一路降到40% 这对方没有所谓的 瑞宁文林克报告 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其实是在证明 地下化变地上化之后 可以变得更有效的控管 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 刚刚没有 你还要记得的这件事情 不是你方今天被打化之后 这些问题通常不会产生 但是不想选择死亡 没有 我方告诉你 在这些问题通常被结束之后 反而让更多人 用更偏激的方式选择死亡 如果今天我不能移动 我只能选择什么方式 我咬过我的鼻味管 如果今天不能移动 我只能选择什么方式 我请别人把我活满 为什么我方今天要跟你谈 在生命的最终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谈 我们除了要谈 有人有死亡的需求之外 你要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这个死亡的需求 在国家的法律里面 没有办法被满足 他甚至你得要手上 搞更偏激的道路 所以我方告诉你 有些人 他到最后觉得把自己不过饿死 我方只是想告诉你 这些需求你是不可能阻挡的 瑞士这个国家 他没有限制自己的国民 他没有限制自己的合法化 但安乐死合法的范围 必须要到他的国民 所以全世界有很多想和安乐死的人 通通飞去瑞士 警察到合法的安乐死 这方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趋势你是不可能挡住的 因为太痛苦 有很多人在最后生命的周末 他希望可以走得安详一点 在跟家人道别之后 最后选择跟家人亲吻 这方面再用下一本书 我们定位步道战阶里面 他告诉我们 里面的老奶奶在最后走的时候 他告诉孩子说 如果你现在让我活着才真正的不孝 我感觉我身在瑞士 因为在瑞士 我已经有这里的医生 跟护士们的善良 他可以体验我在这个地方的痛苦 他可以体验我在这个地方活着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今天要解决 什么时候的 已经开始宣布 2013年 第十二阶海峡两岸大学生编分菜 小组赛第一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两岸的优秀面试 就是